抱歉 抱歉 我 我幫你包紮吧 本君自己來 沒關係 我來吧 我說了本君自己來 別跟我客氣了 一定很疼吧 我看了你的成稿 頗有想法 若是能演出來 必是能蕩氣回城 好 可惜本君 也不一定能看到 我最擔心的 發生了 方三南天門附近 你剛剛遇到的 正是魔族的先鋒隊 邪神 已經公然開始宣戰 聯合妖命兩屆 意圖推翻九重天 先界使者陶子祭 已經被他們殺了 來祭祁 還卿剛剛來信 提醒弟尊 妖魔明三界 已經備了百萬雄兵 隨時進攻 他正潛伏在魔界 隨時等待接影 兩個失身之後 我便要率軍出城 你是六級的第一戰神 你肯定沒問題的 你肯定沒問題的 剛剛外面那些魔兵魔將 被你一招就制服了 要不是因為你要保護我 這個小仙士 誰能傷得了你呢 但願如此吧 若是我能平安歸來 我定會 好好欣賞你這處 創世英雄傳 嗯 但是你要記住 本君走後 你不可懈悔 回來之後呢 我要好好檢查你的修為 知道了嗎 嗯 你不是愛自由嗎 本君下凡之後 就沒人管著你了 到時候 你就可以少吃一點苦 偷一點懶 活得更舒坦了對吧 那你有沒有查到 那些魔兵帶著 朔華長老的法旗上天 到底是為什麼 他們挾持你的時候 透露過所行的目的嗎 我就記得他們要去 仙界的北面 可是具體的位置 我沒有套出來 仙界北面 既無神器仙耀 也並沒有藏兵部署 甚至連仙獸法籍都沒有 去做什麼呢 破神刀 也破不了結界 不說了 不說了 萬一日後你 沒有萬一 你那麼厲害 一定沒問題的 本君當然要回來了 我說的萬一 是你一定要記住 日後再遇到這樣的危險 千萬不要一身犯行 千萬不要一身犯行 這把破神刀 力氣擠住 若是挨上一刀的話 那便會先靈俱隨 記住了嗎 本君 守護六界本來就是責任 你只要保護好自己 還挺有自信的 自然 你不願意 怎麼都不在乎 你又不會 部門 你 感谢观看